金融土 党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集的 打包日记 那 这ird Could we play some 这份约的打包日记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主题 或计 应该 打包些什么食物 或者还是应该自做什么食物呢 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 我觉得啦 既然这个月份是新加坡的国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介绍一下新加坡的美食呢 所以呢 这一季的打包日期呢 非常非常的独特 因为呢 我接下来的早餐 午餐晚餐甚至是宵夜呢 我都会去打包新加坡一些非常美味的美食 而且 只有在新加坡可以找到 不是在香港 不是在台湾 不是在澳门喔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会介绍什么样的食物呢 不要走开 跟着我继续往下看 每一秒 和我的家人 和我的朋友 牵着目标 手牵手 一起走到 早餐呢 我要为大家介绍就是 新加坡最新加坡人最爱吃的那个吐司面包 那吐司面包里呢 这个是一个套餐来的 然后我是从那个亚昆那边买过来的 对 所以最传统的套餐有什么呢 当然就有我们的那个鸡蛋 对 但是这个是半身手蛋 然后还有我们的咖啡 对 啊 这个就是咖啡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吐司 吐司里面呢 新加坡人最爱吃的就是什么呢 咖啞跟牛油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一个set 然后呢 新加坡人呢 都会当这个是作为早餐 而且这个 蛮便宜的 就是这样一套 才心地十块吧 把自己脚色翻页好 整理一幅每一秒 和我的家人 和我的朋友 想着目标 手牵手 一起寻找 我知道 这是永恒的城堡 在我心我知道 那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 海南鸡饭 那海南鸡饭在新加坡呢 算是一个呢 很多人呢 都会去当成午餐或晚餐来吃的一个食物 那海南鸡饭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是用白鸡来作为它的鸡肉 有些人也可能喜欢烧鸡 烧鸡就是它的皮呢 是有拿去炸过啊 或者是煮过啊 然后变成有点白色的那种感觉 那白鸡呢 基本上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吃呢 是因为它的那个肉很嫩 很多时候都是用那个鸡胸肉 来作为它的那个海南鸡饭 那海南鸡饭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辣椒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呢 这就是那个海南鸡饭 那个海南鸡饭呢 它的辣椒呢 配搭它的鸡肉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够味 对 然后再加上它的鸡饭呢 是油饭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你吃的时候好像是油腻腻的感觉 然后非常的就是顺口 对 所以呢 接下来我将吃这个海南鸡饭 然后呢 之后再带大家去吃别的新加坡风味的美食 那如果你想吃这个海南鸡饭呢 这个海南鸡饭是大概新币7块多奖 然后是在那个威南鸡啊 威南鸡那边买的 在新加坡没有很多间 其实最靠近我这边哦 是在North Point的 所以要去也是去到吴医生那边 在我心中 我知道 这是永恒的窗袍 好不容易 来到这里 明天哪要追更多荣耀 把自己角色翻页好 整理一幅每一秒 接下来下一个美食呢 新加坡风味的美食呢 要介绍给大家的呢 就是我们的肉骨茶 那肉骨茶呢 基本上是用猪肉的那些排骨啊 还是猪股啊 猪肚啊等等来制作的一个汤头 那汤头呢 会通常加很多辣椒啊 蒜头啊等等 当然呢 最主要的肉骨茶呢 当然还是它的肉 没有它的肉骨的话呢 你带不出它的味道 好 所以呢 它的肉骨呢 基本上是酱酱的 煮到脆脆烂烂 然后脆脆烂烂呢 就可以吃出它的那个肉质啊 它的那些 椒纳啊 那些fiber啊等等 然后汤里面呢 通常会有那个蒜头啦 但是蒜头 蒜头是脆脆的 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是融化在里面 那通常呢 我们吃肉骨茶的时候呢 也会去配搭什么呢 配搭好像油条啊 还有就是那个乳豆腐啊等等 来做一些小菜的片搭 这样才会弄成一个套餐这样 然后呢 你吃肉骨茶的时候呢 也会配搭它的辣椒 它辣椒呢 其实非常特别 虽然是切成一片一片哦 但是会加那个黑酱油哦 然后呢 那个辣中带甜 甜中带辣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整个肉骨茶的套餐呢 也不算套餐啦 整个肉骨茶呢 是在宋发买的 那宋发呢 在新加坡呢 是有蛮多人去回顾的 有光顾的 但是呢 其实新加坡还有 非常非常多卖肉骨茶的店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来新加坡 或在新加坡吃肉骨茶的时候呢 哎 你就可以去不同不同的地方呢 尝试一下 看哪一个比较好 或者哪一个 哎 比较够味 在我心里 来到这里 明天还要追更多荣耀 在我心里 明天还要追更多荣耀 把自己找色彩虾 现在要介绍的是我们印度同胞的食物 就是我们的那个印度煎饼跟那个拉茶 对 那印度煎饼呢 在英文呢 叫做Roti Prata Roti 代表面包 那prata呢 就是扁的意思 所以叫做扁面包 那基本上呢 新加坡人呢 会吃的两种普通的口味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Plain 的 Prata Plain 的 Prata 基本上就是那个 那个多啊 拿去搅拌之后呢 然后呢 拉出来 然后变成这个样子 那另外一个呢 非常普遍会吃到的口味呢 就是我们的 Egg Prata 就是这个 那因为 Prata 呢 基本上呢 就是鸡蛋加 Prata 然后呢 揉出来那个 Prata 的那个口感 对 那 通常吃 Prata 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会配搭就是那个拉茶 那基本上呢 这个印度拉茶呢 就是奶茶 他们弄好之后 他们拿来拉 用两个小铁罐呢 一千拉 现在也是还有 不过这个串门是从以前开始 那以前呢 他们就是两个小铁罐呢 一个专的拉茶 一个那个茶嘛 然后倒 然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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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个口感均匀的那个 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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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的时候呢 那就可以喝了 那 吃 Prata 印度煎饼呢 那 吃 Prata 印度煎饼呢 那怎么可以少得到我们的那个 咖哩 对 这个就是他的咖哩咖哩 那咖哩可以有很多种 像是呃 猪肉的 呃 猪肉的 呃 鱼的咖哩也计 对 那 随着时间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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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司等等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样式 可以制作成印度煎饼 所以我觉得这个印度煎饼值得真的让大家去尝试一下 在Jarangai 这边有一间叫做Tel Selvi的餐厅 它就是专门印度的食品 印度同胞的食品 然后印度通胞的食品其中一样就是我们的印度煎饼 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边尝试一下 因为其实这样整个食物加起来其实蛮便宜的 两个印度煎饼加一个拉茶才新币$4.3 所以是蛮值得去买的 好,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支持一下 你们看你 我看着你 这一期的 我觉得我是 这一期的 未来的 太阳 我要 噓 虽然 尤其我 哪个 是 我 对 要撤离 冬天还要追更多荣耀 把自己叫色饭也很好 全力以赴每一秒 所以再来介绍的是我们的椰浆饭 那椰浆饭呢 顾名思义它的饭是配它的椰浆 然后制作而成的 但这个椰浆饭非常不一样 因为它的椰浆饭是蓝色的 跟平常的椰浆饭呢 它的颜色完全不一样 然后呢 其实通常椰浆饭会有什么 就是著名的那个鸡翅 但这一次我去买的时候 那个鸡翅刚好就是还在准备当中 所以呢 我买了那个鸡扒 然后呢 椰浆饭呢 其实呢 它融合了 这一次我去买的时候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像是它的这个应该是鱼饼 还有蛋 一定会有一粒蛋 然后呢 会有它的那个小鱼干 跟花生 那最后呢 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黄瓜 这个椰浆饭也会配搭那个 这个是那个 这样啊 是给你的那个鸡 鸡扒 那比较好吃一点 那整体而已呢 其实椰浆饭呢 大多数都是人家在当早餐来吃啊 午餐也可以当来吃啊 当然晚餐也是 看你要怎么吃 很多时候人家以为这个是 马来同胞的食物 但其实华人呢 也是很爱吃这一道美食的 经济实惠呢 这个大概是好像是五块多 要六块这样 可能在 我住的地区会比较偏贵 但如果你去好像 益顺啊 还是 其他那些 比较多 老人家住的地方 他卖的椰浆饭会比较便宜 但是这个椰浆饭特别呢 可能就是带给它的那个饭食完食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试试看 那个椰浆饭跟 别的椰浆饭会有什么样的 不同 每天那样追更多荣耀 把自己脚色 翻页好 整理一幅 每一秒 和我的家人 和我的朋友 相倦目标 手牵手 一起寻找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呢就是 很多马来同胞 但是呢 影响到很多不同种族 喜欢吃的一个食物 就是我们的沙爹 那之前呢 我很多时候吃沙爹的时候 都是在老巴萨 但老巴萨的竞争非常激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一坐下来就很多那些摊主的过来跟你打招呼 要你买他们的沙爹 但是呢 其实你不一定要去到老巴萨买沙爹 在圣岗这里也有买 因为这个一次呢 我就在圣岗买的 那这里卖的沙爹呢 分为三种 第一个是我们的那个鸡肉 第二个是我们的猪肉 第三个是我们的羊肉 但是你去那边买的时候呢 你最少要买十串 不可以只是买一串这样 他不买牙 然后呢 每一个可能口味呢 至少要买五串 所以我就买了大概五串这样 总共加起来 是12块多 我这个 这一些东西 他还就是给你那个饭团 他会问你需要几个 然后我会给你这一袋 就是那个 他的那些洋葱 黄瓜 来配你的那个沙爹 那最主要呢 沙爹呢 你没有这个不行 这个是他的沙爹酱 沙爹酱呢里面呢 会有黄 火花生 还有什么其他的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我知道了就是 你吃沙爹呢 有这个酱的时候呢 会非常好吃 那沙爹 沙爹基本上呢 都是就是肉串起来 串起来之后呢 然后你可以搭菜啊等等 基本上也是可以当成一餐这样吃 而且吃的时候呢 它是会饱的 我先跟你讲这个 因为沙爹啊 主要以肉为主 你就看看这三串 三串不同的肉 但它的肉呢 就是跟你烤到呢 刚刚好它的那个 色泽 然后那个色泽烤到刚刚好的时候呢 它上面的油呢 你吃下去的时候是 会喷在你的嘴里面 因为呢 它可以把它的肉的那些精华 全部吸收起来 所以呢 如果呢 你晚上闲着 没事做啊 又肚子饿的话 哈 就去买一大堆沙爹来吃 吃到不饱 好 那 接下来这个叫饭饭 也英文 我们 不这么英文 那个马来语我们叫 Gutu Ba Gutu Ba里面呢 它就是用那个 这个应该是班兰叶了 班兰叶来包起来 然后呢 里面就是一堆饭 所以 马来同胞很喜欢当这个事 作为他们的主食 是因为呢 有饭可以肉 然后呢 你加上那些洋葱呢 黄瓜就是那个菜 所以这样加起来呢 就等于一个豐富的一餐 也是一个值得推荐的一个实力 在我心 我知道 我知道 在我心 来个处理 明天爱要追更多 把自己角色 扮演好 全力以赴 每一秒 和我的家人 和我的朋友 向着目标 手牵手 接受的呢 这个是那个 卡东拉萨 所以卡东拉萨呢 或拉萨呢 在新加坡呢 是 很多人都会爱吃的那个东西 因为 这个食物呢 你要吃多辣 你就加多了 而且呢 这个拉萨 跟别看的拉萨的不同在于呢 它跟你切到细细的 它的那个 米粉 所以你只要用汤匙就可以吃 根本不用用那个筷子 然后呢 呃 这一餐的拉萨呢 它里面的料是很多的 有许多海鲜啊 鱼饼啊 呃 虾啊 等等 哦 所以真的是料很多 呃 这个算是大碗 大碗是八块六角 哦 新币 呃 而且 呃 呃 吃的呢也是 就是会很满足啊 因为你想吃什么样的料呢 什么样的料都能在里面找到 啊 当然如果你打包的话 它还附责那个辣 这样 所以就看你自己呢 呃 可以吃多辣 然后你就加多辣 哦 那这个拉萨呢 它的汤头呢 是非常顺的 它不是那种 哇 就是很 很 很水那种 就是 有点高高的感觉 这样 对 呃 至于其他的料呢 我觉得就是 你自己吃之后呢 你就会感受到 它这个拉萨的 那个 好吃 好 然后在于那个 店呢 它也有卖的像 奥塔啊 然后其他的 可以跟 拉萨配搭的食物 所以呢 这个可以去试试看 把自己脚色 翻演好 整理一幅 每一秒 和我的家人 和我的朋友 相倦目标 手牵手 一起寻找 我知道 这是很 的城堡 在我心 我知道 在我心 我知道 来到这里 天安要醉 更多 其实 祈祷不同 新加坡 风味的食品 食物呢 呃 现在很饱 哈哈 呃 其实 新加坡 真的 呃 有太多太多的美食 然后呢 呃 我真的不能一直 介绍 所以就介绍 这主要的祈祷 呃 说实在的 你问我哪一个最好吃的 可以跟你讲 其实你做的气氧 都可以吗 真的不可以 这气氧 真的是很好 然后呢 呃 如果你要问我说 那个 每一道的食物的 那个感受是什么 那我 还是可以说得出 那第一道我们测试 那个问题 然后午茶来讲呢 基本上呢 呃 以前我跟朋友 呃 朋友去吃的时候呢 呃 感觉像是家人来吃 这个食物一样 所以 肉浮茶对我来说是 家啊 呃 感觉 呃 因为 呃 你会觉得说 哇 真的很像 很像 很像 像在一个家庭里面的 感觉 对 那 Gaia Toast呢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就好像是我 日常生活的一样 因为日常生活呢 我大多数是吃面 那 Gaia Toast呢 就好像是 陪伴我的 那个 日常生活 早上 早上 吃梦 那种清淺 那基本呢 就像是 一个甜蜜的一个梦 呃 因为我的前女友很爱吃鸡 所以他以前会一直拉着武器吃鸡 那我呢 也 呃 变成原本是很喜欢鸭板的 欸 也是因为他的关系变得也是很爱吃鸡 那 那 那个 Roti Prata Roti Prata Roti Prata 一路见明 像是我工作类的之后 欸 他就是一个陪伴的客人 因为 有几次呢 我 工作到武器 之前啊 欸 其实 我都是 以那个Roti Prata 来当王赛 模式 呃 呃 呃 那是一个 椰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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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 我的 日常生活 对 因为 呃 呃 他就好像是 我如果 不知道要选择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去找他 沙爹呢 是 像是 离别的时候的一个 一个感觉 为什么用这个来形容呢 因为沙爹哦 就是 我 只有印象的是呢 跟朋友要 要分开的时候 才有机会吃到沙爹 所以好像是 离别的那种 感觉呢 才会 才可以拿来形容沙爹 那 那 沙爹呢 应该是 呃 偶然的香味 因为 沙爹不是我经常会吃到吃的 但是呢 一有 朋友 从远方来的时候呢 我 不亦乐乎的 就会拿沙爹 所以呢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七样食物 食物呢 对我的感受 吃这七样食物呢 其实都会 会想到很多面临 会想到很多 这些 厉惑的经历 然后也是 可以就是 感受到 这些食物带来的 一个温情 所以 等等 好好地去尝试一下 新加坡的女士 虽然有些人会比较说 嘿 马来西亚 是把这些食物 抵进来的 一个地方 那我觉得在新加坡 的好处是 他把这些食物的文化呢 提高了 不过一场 所以呢 要说新加坡不是美食之父的 也 应该 应该 不能再说 所以呢 对啦 趁着这个新加坡的 国庆日 这个月份呢 去尝试一下 乐子样食物 然后呢 诶 也许你能找出 跟我一样的感受 今天的 那个 打包 日记呢 八月份的特别版 国庆日版 就到这里 那 希望就是 在介绍 这些主要的 新加坡 女士 之余呢 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 去欣赏一下 这些食物 带来的一些 感觉啊 感受啊 因为 这里 毕竟是我们 所以 这些食物 都是在 家庭 都可以找到 所以呢 不支持新加坡 这个 说明 好 那 这个影片呢 来到 今天 来到最后了 那如果想到 这些影片的朋友们呢 来 记得 看赞朋友 开启小铃铛 好 那我们 下个 再见咯 拜拜